是台湾之行 引起了我对台湾历史的很多兴趣 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大陆受教育 当时的历史课本 对于台湾历史的介绍 是非常模糊的 我记得那时候对于台湾 我们所了解的只是这么几句话 第一句话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第二句话说台湾被荷兰人占领了 正成功去收复台湾 第三件事是马关条约 日本人用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了台湾 然后第四件事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又拿回来了台湾 这个是那时候我们对于台湾的了解 接下来那就是蒋介石反动派 赋予王抗逃到台湾去 继续延续他的反动统治 那么现在想起来 这样的历史介绍完全是一种剥离了各种细节 一种面谱式的一种简单描述 但是离开了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 那就是变成一种非常让人厌恶的洗脑教育 所以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这次到台湾来 我就是看到哪个景点 哪个位置 我就会感兴趣的 就会去搜索一下 他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我发现台湾有很多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各种痕迹 他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很多台湾人 他们也是觉得日治时期是对台湾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就去互联网上了解了一些日治时期的一些事情 日治时期对于台湾的现代化文明非常重要 我比较看重一些具体的数据 比如说1904年台湾本土的台籍人士 他们的儿童接受教育的比例是很低的 只有3.8% 到了1944年就上升到71% 台湾的日籍人士 他们的入学率在1944年是99.6% 这个数据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并不亚于欧洲美国这些国家 那么能够把台湾从一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比例 从3.8%提高到70%几 甚至到80%几 这个飞速进展完全是在50年的日治时期所达到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说 日本人对于台湾的教育科技 社会卫生这方面的发展贡献 只能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大 同样这个阶段 在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那个阶段 从1904年到1944年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是没有上学 农村 每个村可能只有10%不到的孩子 可以继续读书 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水平 比大陆是强了非常非常多 不止一点点 另外台湾在日本人的治理之下 在1904年那时候已经修建了很多铁路 1908年铁路已经贯穿台湾南北 原来从台湾北部到南部 需要走很多天的路 有了铁路以后 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 日本人还在阿里山修了小铁路 还修了很多很多行业铁路 比如说什么浙塘铁路 矿业协会的铁路 这些大大小小的铁路 组成了整个台湾的铁路丸 这个都是在日治时期达到的 作为对比 那么在中国大陆 铁路丸普及最快的 应该是东北 满洲国时期 也是在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那个年代 铁路得到飞速的发展 但是有些地区的铁路 一直没有普及 比如说温州 潮州 这些地方 它的铁路普及速度 就非常非常棒 我记得 温州的铁路 应该是1998年以后才有 那时候我外婆临终以前 想坐一次温州的火车 但是没有如愿 那时候她已经住院了 已经没有办法 去坐新建的铁路了 但是在台湾 在日治时期 已经打造了 遍布全岛的铁路了 台湾还造了很多的水电站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日月坛在1919年 就被规划为 要造一个亚洲最大的水电站 水电站这个事情 在中国大陆 发展的比较慢 早期在东北 满洲国时代 有很多水电站 然后1949年以后 苏联援建中国十大水利工程 当时正江上有两个 一个就是现在的千岛湖 新安江水电站 另一个是欧江水电站 但是后来中枢关系出现了破裂 欧江水电站就没有建成 但是在1919年到1940年 这段时间台湾造了非常非常多的水电站 有些商还挖了很多的隧道 以便与铁路通行 那么这种基础建设 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小时候课本说的 说日本人占领了台湾 就是抢劫台湾的牧产运到日本 抢劫台湾的粮食给日本人吃 然后把台湾的矿山资源都运过去 再把台湾人民当作那种像奴隶一样的苦工 就为了养日本的军国主义 但是从我所现在我所了解的 日子时期的那种情况看 并不是这样的 日本人他真的是把台湾作为日本本土的一个延续 而不是作为抢完就跑的这种殖民地 当然在日子时期 有些事情也是令人非常痛苦的 比如说在最初的八年时间 台湾人有各种各样抵抗组织 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新来的政权的统治 然后各地都有武装起义 然后日军就以剿匪的这种名义杀了这些人 一过杀了三万多人 当时台湾总人口只有两百六十万 那八年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2015年以后台湾就很少有这种暴力冲突 相对于中国大陆当时的这种乱象 台湾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 中国大陆中华民国被建立以后 他并没有取得和平 一个是军阀在混战 然后孙中山跑到南方去搞了一个分裂政府 然后孙中山又和日本合作想颠覆北洋政府 后来日本人处理不够 孙中山又和苏联合作 串扮黄埔军校发动北伐战争 一直到蒋介石时代推翻了北洋政府 接下来又是国共内战 又是二战中日战争达了八年 中日战争刚结束 接下来就是国共三年内战 所以与当时的中国大陆相比 台湾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的 可以发展经济教育的这个社会 你从现在这个角度 我认为台湾的当时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 进展到文明社会 进展到现代化的科技文化 能够普及的社会 日治时代的五十年 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为普通民众 他的人生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决定国家和政权的能力 台湾当时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很小的政权 比如说大都王国 淡水国 但是他们都没有大规模的控制 后来荷兰人东印度公司 再有后来的西班牙人 以及郑成功的政权 很多很多统治者 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一个特别大的进展 所以如果说功劳最大的 有决定性意义的 应该是日治时代的台湾 像我们小时候所说的教育 就是台湾人在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之下受尽苦难 我查了一下当时台湾化回日本以后 当时是可以选择离开台湾 或者是留在台湾加入日本国籍 选择离开台湾的只有0.25% 99.75%的人选择留在台湾加入日本 所以当时的台湾民众 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热爱大清国 也并没有那么仇恨日本国 普通百姓他们想的是 谁来了都是统治我们 统治者他是不会问你们民众的意见的 把台湾割给大清国 这个事情是台湾民众投票选大清国吗 当然不是 大清国把台湾割给日本 这是台湾所有人的公投决定的吗 当然也不是 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普通民众的半点发言权 他们就是被统治者扔过去 不是这群人来执迷你 就是那群人来执迷你 当然你也可以说台湾在清代 它就是被满清政府执迷的 你也可以说整个大清国 所有的汉人也是被满清政府执迷的 所以有些学者他不认为满清是汉人国家 因为他也是西方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一样 一个叫大清国的一个 这一个小国家 他殖民占领了中国这么大的一批领土 当然也包括新疆西战 以及更大的其他一些汉族以外的一些地区 你观这个历史 感觉就是普通人 就不要指望 觉得历史上的哪个国家是你们的国家 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而且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汉人 你觉得唐朝是你的国家吗 秦朝是你的国家吗 其实都不是 今天来了这个统治者 说你要服从我 明天来了另一个统治者 说你要服从我 他们绝不会问你 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统治 你说不愿意好 那一刀把你脑袋砍下去了 甚至满门操掌 所以历史上的这些事情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等我 我回想到这些事情 我就想 究竟台湾人有那么一种 自古以来就是被殖民来殖民去的 这样一种观点 我作为 我们家家族在中国大陆 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 我也觉得 历史上的中国人 其实也是一样 你不是被这个政权殖民 就是被那个政权殖民 他们来统治你的时候 从来不会问一声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的统治 真正的 所谓的 属于你的国家 或者属于普通百姓 有发言权的国家 我看来是从民主大选 可以投票 决定 谁上台 那个时代开始 你才可以说 这是我的国家 那么在这样 以前 所有人 你都只是 被某个政权统治 被某个统治集团统治 当然 你也可以努力一下 进入某个统治集团 好了 这就是我 我说的 我对台湾 发生了一些兴趣 了解了一些台湾的历史 尤其是台湾的 日志历史 我顺便发了一通感想 说说我对于一个国家 到底是被殖民的 还是自己的国家 发了一通自己的感想 虽然 只是一些想法 但是呢 这个想法 我也是 有很多年以前 就这个想法 是不是对 或者大家是不是认同 可以给我评论 谢谢大家